在立法院修会以前 只要立法院不放假 我们就不放假 大家说按理 HOLO 哈哈哈哈 这个节目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哈喽 各位网友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没有要做什么 送他宣布 封面完全就是小编的不识广告 各位网友 现在如果觉得受到了欺骗 最诚恳的建议 就是好好的找小编算上 小编扣薪水6% 哇 你们怎么对他这么好 应该要直接够60% 我们来看一下 上礼拜三司法法治委员会 有两场质询 最近有很多人跟我反映 台湾果然是犯罪者的天堂 你犯的罪越大 骗的钱越多 但是我们的司法单位 我们的警察单位 莫可奈何 就让你眼睁睁的 在眼皮底下跑掉了 郭哲敏也是今年 才把他逮捕归案 他也是在去年底的时候 他也是涉及洗钱 88会馆 他跑出去是坐飞机出去 他是有被禁管 当时传出 他要跑出去的时候 事实上在那个禁管人员 有问说他有被助记 结果呢说可以放人 所以郭哲敏才跑出去 跑出去在泰国落网 你一般会管大家都知道 这里面牵涉太多的高官 包含我们的习近平副院长都去过 但不要说我们检察官 当时有两个检察官出入 结果搬成什么样子 那这件事情 请问一下我们法务部有调查吗 到底是谁放人的呢 我好像也没有看到 我们有任何的交代啊 高检署他们也有调查 我们的检评会 检审会 也就这个个案 也有涉及到检察官部分 也有做一些调查 那当然后来又发生了 图成文这件事情 我们也一定会测查到底 蔡清翔还好意思讲 88会馆的事情 高检署有调查 检察官有调查 明明就是那些搞地下会队的 洗钱的业者招待 结果在调查报告里面写都不敢写 然后调查报告里面还说谎 说谎说没有啦 他们自己去的啦 然后现场没有其他的人在服务 我听你在把扑啊 你们自己的行政调查报告里面 后来笔录被我找到了 88会馆的管家 接受你们行政调查的时候都讲啊 有啊 当然有人在啊 当然有人会在那边提供服务啊 只要是警察检察官来的 都是郭哲敏负责买单啊 你们行政调查报告是有写哦 谁让放人的 所以让郭哲敏可以出境的 查到呢 当时是一个检察官同意他出境 因为他根据他过去的一些经验 他出国有回来 暗时回来 所以那一次还在侦办中 我的了解是这样 那个捲许放人的检察官 他有被受到任何惩处吗 我们有送检评会 受检评会 那结果呢 检评会是认为 没有必要一副惩戒 但是有做其他的行政处理 所以没有任何的惩戒 行政处理是怎么样 是调职还是怎么样 交由各地检 他们检察官会议来审拙 来决定 一个涉及到上百亿的洗钱案 然后他就脱逃出去 所以部长你不会觉得颜面无光吗 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应该啦 你不会觉得这个部长讲话就是错乱吗 前面他已经承认了 不用移惩戒 后面他又觉得非常不应该 那所以你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 以后遇到这种巴谷够强的啦 洗钱洗够多的啦 有招待所的啦 你就放人嘛 放人我法务部长虽然觉得不应该 但不用惩戒 官僧败坏致辞 今天如果我没有问你 我还不知道 原来这个说随便放人的检察官 就吵吵结束耶 也没有惩戒 然后只是预令所有的各地检署 下次不要再办了 不合理吧 是委员的指教 我们虚心接受啦 有些个案的处理上 当然有一些瑕疵 我们都要深切检讨 个案上面有一些瑕疵 我们都要检讨 光IMB的事情 我陪IMB自救会的 去台北地检署前面开记者会 你们扯爆了 被害人5月 跑去调查局做笔录 然后结果现在检察官起诉了 开始进入了审判 结果那个被害人 打电话去问北检 说诶 请问我的案子现在在哪里 啊还没有送进来啊 自己去问调查局 我问了调查局 每一次打电话去 承办人都不在 真的太扯了 有关于郭哲敏这个案子 你说也没有惩戳 只是做了行政处理 做什么行政处理呢 总是要以朝公信 这个部分请书面的 提供给 给我们委员会可以吗 好 多久可以提供 我们军官把它汇成 我相信我们会给委员会 我希望两周之内 好不好 两周之内可以吗 应该可以 我跟你们保证交出来的 一定是把以前 写过的行政调查报告 然后再做一次废话大权 小编今天晚上的日子 记忆细细细下来 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回来复盘 如果法务部的调查报告 里面讲的 不是像我今天所描述的 是真的 编辟入理的 检讨出了 过去他们没有检讨出的问题 我跟法务部部长道如歉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位执政党的委员 他是真的认真 我先简单讲一个背景 社会法治委员会今天处理的是 国家机民保护法 在这次修正里面 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定的是说 有一些会碰到机民资讯的人员 那你出国的话 应于返台后七个工作日内 向原服务机关或委托机关通报 就是回来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什么 报告义务 我们之前有一个尼加拉瓜的大使 叫做吴静木 在尼加拉瓜半退休了以后 他就不回来了 林淑芬在问的是说 你们说人回来要报告 如果人家不回来 那你现在要怎么处理 这个是他现在在咨询的重点 外交部前驻尼加拉瓜大使吴静木 退休后 反国以后还要出国要报告 他根本直接不回来 那你如果落实国家机密保护法 你说你握有他的什么东西 退休金 然后还可以直接零 继续零 你在法律里面没有定啊 那监察院在2022年10月 针对外交部也提出就证报告 他也认为外交部就卸任驻外人员 出境管制机制 显有疏漏 我想这个不是只有外交部有这个问题 涉密人员各个部会 还蛮多的 我想委员提醒这个问题啊 是非常严重的 尤其在法律上都没有考虑到都 我们不回台 我们的条文文字说要返台嘛 这个条文最后就被保留了 因为现在的这个条文 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立法目的 那接下来就看法务部什么时候把条文提出来 可能也是要赶在12月20号以前 因为他们12月20号就要放假了嘛 12月20号以前这些事情没有做完 现在在委员会里面所讨论的法案 到了下一届的国会全部归零 这个叫戒期不连续 新的国会重新再来 上一届的国会 委员会即使审完了 即使出委员会了 你只要院会没有三度通过 就当作没发生 第二个呢 我要带大家关心的 就是财政委员会囤房税 我先跟大家讲结论 11月16号的这一天 出了委员会 那但是对于最关键的条文 也就是囤房税的税率 到底要怎么定这一件事情 在第五条是保留 因为差距太大 之前奥尔斯的朋友 有来上过我们的直播 一直强调 我们为什么要中央的空房税 我要谴责中国国民党 你们716有上凯道 结果对于中央囤房税 你们连排案都不愿意排 那中国国民党说 那个民进党也没有排啊 没错啊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缺少过谴责民进党啊 民进党就是要推一个没有什么用的囤房税2.0啊 囤房大户一户 算起来 他们财政部自己的统计资料 一年多缴4千多块 这边要笑掉人家大牙 那囤房税第五条 保留归保留啦 我觉得还是要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整个法案审议的过程 说明一下我们民众党党版这边提 其实在第五条这里 院版这边 其实就是到3.6 把它提到4.8 其实说实话 真正的这个影响 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大 因为平均的话 对他们这整个一年的这个加税 也大概平均起来 大概4千多块而已 但我们也希望说 就是不要让大家还是觉得说 好像我们只是为了选举压力 做一个 只做了一个这个 不痛不痒 然后真的其实效果上 也未必能够达成的这样子的一个 推个囤房税2.0 为了选举的压力 做做样子 它也没有什么太大实际的效果 它也不晓得在干嘛 行政院版的房屋税2.0方案 实在地方认为 只是更改一些税率的数字 就是半套修法而已 行政院版的税率的急剧 对囤置空房的投资客来看 那根本就是不痛不痒 展老师在立法院里面 我必须要老实讲 真的非常认证 其实我虽然离开了时代力量 我非常珍惜 曾经一起努力过的朋友 因此不管有人怎么讲 我就是不会多说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个热心 高嘉宇把麦克风拿起来了 以现在的这个囤房税的状况 对于这些多户的囤房大户 他所增加的依照财政部的统计 最多每户多负担7200 所以是从4000到7200 对于这些囤房大户来讲 真的是不痛不痒 所以相较之下 大家就问说 那空空税是不是要来做 所以这样才能够避免 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种攸关民生的议题 攸关公平正义的问题 不同党派的委员 大家其实是可以有共识 唯一党在前面的 只是那些会因为改革 而被影响到的 有权有势的人 花静群到内政部次长的时候 话讲得很大声啊 礼忙啊 囤房税没有道理啊 奇怪了 怎么现在赖心得 说要吹囤房税2.0 你花静群就不讲话了 你花静群应该说 我宣布我辞职政府礼忙 囤房税根本没有用 竟然还吹囤房税 还是花静群的心里想说 啊没关系啦 反正这个囤房税2.0 你们看 以户4千多块到7千多块 啊没关系 算了算了 做做样子 不痛不痒 这不是我讲的 各个党派的委员 几乎都有这样讲 所以行政院院长 承介人 请你不要生气 你如果要生气的话 就对着他们 不要对着小弟 我们礼拜一的这个课 在立法院修会以前 只要立法院不放假 我们就不放假 大家说你好 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我们今天晚上到这边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